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前幾天 上海書城和新華書店的英文書下架 引發家長的恐慌 也引發海外華人的關注 而在雙減的大背景下 最近一段時期 中共還在不斷推進一系列的所謂教育改革 包括進行革命傳統進中小學課懲教財子南 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指導綱要等 其中 上海作為落實教改的重點城市 先後推出多項教育新規 包括小學學期美考試不考英文 不能使用境外教材等等 這樣 我們今天就來具體分析一下 中共這些教育改革措施 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 對未來的中國經濟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海外傳媒也報導說 這個星期一也即是8月23日 上海新華書店和上海書城的英文教材突然消失 以前出售的昂納、啟文、牛津英語等教材 已經下架 書架上凶凶如也 一本書都沒有 家長也很恐慌 因為擔心子女讀不了英文書了 後來官方解釋說 上海書城 五個場店部分區域書架清空 是提升改造計劃 否認下架教材輔導書籍 但有家長表示 自從上海推出了規範教材的新規定後 現在已經很難買到英文輔助教材 以前買書的網絡渠道 現在也不順利 即使是買書 還要有截圖證明是朋友介紹的 像桌底交易一樣才能買到 這位家長還說 因為買不到正版英語教材 據說近期還有商人 因為出售翻版教材被捕 關於規範教材 上海市近期推出了什麼規定呢? 8月13日 上海市教委發表通知 凡是經上海中小學教材 審查委員會審查 或准在中小學使用的教材 都會在封面抵印有審委會 准語試用准用號字樣 任何學校和個人 不准購買未經國家 或是上海市審核通過的書本教材 包括教科書和補習輔導教材 通知還規定 任何義務教育學校普通高中 不准選用境外教材 即是經過批准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或普通高中境外課程項目 思想、政治、語文、歷史、地理課程 也不准選用境外教材 而上海市教委在8月初印發的 中小學課程計劃中 已經規定小學 3、4、5年級學期尾 只考語文、數學兩科 其他科目只進行考察 英文再不是小學學期尾考試科目 小學生不用考英文了 看起來是減輕學生負擔 那麼上海的家長會不會高興? 我們看到 在這個政策推出之後 雖然中國的互聯網有贊同的聲音 但是遠遠沒有反對的聲浪更大 很多家長認為 改革開放、中國加速和國際接軌 而英文就是中國走向國際化的橋樑和重要工具 取消英文科學的學期尾考試 令學生放鬆是我要求 不僅可能影響他們的前程 也會限制他們的國際視野和國際交往能力 因此上海教委的決定 不符合目前社會的發展 是一種倒退行為 最終可能導致閉關所過 尤其是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 非常重視英語學習 上海的英文教學、英文考試難度 幾十年來一直遠超全國水平 而上海家庭對英文教育的投資 也一直是領先其他中國城市 根據今年3月初公布的一項調查 上海學生報讀英文數學 語文輔導班的比例是68.6%、60.6%和41.8% 其中英文是各個學習階段 都是最主要的補習科目 而上海家庭對教育的投入 也令全世界看到了成績 在2009年和2012年 上海兩次 代表中國參加經合組織 舉辦的著名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 兩次都獲得世界第一名 而上海的高質素教育 也奠定了重要的經濟地位 據傳媒報導 上海2019年經濟總量 在亞洲城市中位居第二 在全球城市中位居第六 成為跨國公司進入亞太的主要門戶 根據今年3月27日公布的第29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 上海繼續保持了全球第三的成績 而這和排名第二的倫敦 差距減少 只是相差一分 不過 早在2017年 中共教育部就表示 中國學生 每年為英語必修科 消耗的金錢 高達接近1,638億元人民幣 於是在2017年當年 上海市就開始推行 小學學期尾考試不考英文的政策 不過學期尾不考英文 真是為了減輕學生負擔嗎? 在上海市日前推出的 中小學課程計劃中提到 全市中小學都要展開學習 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意思想學生讀本 每測集中學習一學期 平均每個星期一節時間 還要充分利用神會、五會、班團隊活動 以及其他集體教育活動時間 進行認識多樣的時事教育活動 不僅如此 8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共官員表示 根據《教育部》印發的 革命傳統進中小學課程教材指南 在中小學的課程教材 要將增進對所謂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以及穩固學生聽黨話 跟黨走的思想根基 放在特出位置 這個教材指南 還明確表示 要細化不同科目 灌輸中共的 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的重點內容和形式 總之 中共的洗腦教育 就是要著重 從小做起 此同時 中共還發表了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 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意見 以及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指導干擾 強調目前實施勞動教育的重點是 組織學生參加勞動實踐 出力流汗 磨練意志 培養中共那套黨文化的勞動價值觀 和勞動品質 這樣如果將所有這些政策 綜合起來 我們便能看到 一條清晰的脈絡 就是中共這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真實目的 首先 它的真實目的 並不是為了要減輕學生負擔 而是要 大幅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比重 要用共產黨那套黨文化 灌輸給學生、洗腦 得到控制和禁錮思想的目的 可以想像 在中共的強化洗腦下 中國未來新生代 將會指知有共產黨 不知有天下 其次 中共這一系列教育改革 與中共在經濟上的戰略目標 非常吻合 也就是在被迫和美國脫勾的國際大環境下 逐漸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模式 在國內便在一方面 要持續掌握房地產、互聯網科技等行業的金融泡沫 同時將資金和人力 都引導到製造業等實體經濟方向 這樣這個戰略目標 反映在教育改革方面 要達到至少這樣的一些目的 首先 是若快英語學習 逐步和世界脫勾 是灌輸 習近平思想等 讓中共黨文化便於控制民眾思想 三系在實施勞動教育的同時 加強職業教育 培養更多製造業所需的人才 但是 也有一點非常矛盾 就是在中共的革命傳統 進中小學課程教材指南中 中共強調 要以道德和法治 就是思想、政治 與民、歷史這三個科目為主 有重點地納入音樂、美術等藝術科目 其他科目就有機滲透 所以有人評論說 難道這樣意味著 素理化不再是重要科目嗎? 不過由我們的觀點來看 這種解讀是不正確的 因為如果素理化不再是重點科目 豈不是和中共的製造業強國計劃背道而馳嗎? 而且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 中共不僅不能弱化 還必須強化素理化等自然科學的教育 那麼上面這個指南 為什麼沒有提到素理化科目? 那是因為 這個指南指導中小學 如何將中共的黨文化教育 與各個科目具體結合 所以思想、政治、與民、歷史等科目 自然首當其衝 而音樂、美術等藝術課程 自然也容易結合 譬如可能教唱紅歌 或者給學生說一些中共紅色人物等等 但是素理化等自然科學 要如何與黨文化教育結合呢? 似乎沒有著力點 或者中共教委還要搞一些老執 只不過也不是沒有參考先例 幾多年前 中共的科學家何造休 就用三個代表指導量指力學了 前一段時間 何北煙山大學的教授李子豐 還用馬列主義推翻外因斯坦的相對論 另外 習思想的一帶一路 也能指導卡洛秦曼 國家安全觀 還能指導質能等價 有了這些創造性的結合經典 估計中共在素理化科目和黨文化的結合上 也可能會推出後繼的教材指南 但是有一點令人擔心的是 中共這種戰天鬥地 捨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 培養出來的子女 會懂得人義禮之信的做人道理嗎? 沒有了傳統道德觀念的中國人 能夠成為全球第一強國嗎? 我們再回到最初提到的英文書下架 學習英語 到底重不重要 就這個問題來看 早在2013年 就有中共的政協委員表示 學生在學習英語過程中 深受其害 荒廢正常的學業 令整個中國的教育質量 遭受到毀滅性打擊 漢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對此北京晚報就曾經連舉了一組數字 來講明英語的重要性 全世界有40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是英語 每天有超過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用英語交談 75%的電視節目以英語播出 80%以上的科技資訊用英語表達 幾乎百分百的軟件原代碼用英語寫成 報導說 雖然這組數據的準確性有待考察 但也可以證明英語是一種世界範圍的語言 學會使用英語總是沒有壞處 所以英語要學 而網上一段馬雲多年前的短片一直有流傳 馬雲在短片裡提到了學英語的一個好處 像我這樣的人如果不是英文 我所有所說的教育都是學校告訴你什麼是對的 爸爸媽媽跟你說什麼是對的 有了英文以後我覺得他們講的不一定是對的 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這個問題 大家都應該看明白 馬雲講到的一個關鍵 而這也是中共想要弱化英語學習的真正目的 因為中共擔心 年輕一代學了英文開了眼界之後 都會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問題 這樣中共就無法控制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行為才是中共的真正害怕 目前我們也看到多種跡象顯示 中共正在走回閉關鎖國 經濟計劃的舊路 但有一點很矛盾 中共要成為製造強國 但是又怕學生學英文 就算成為製造強國 這樣產品都出不了口 用中文和外國人溝通 還是說以後學習英文 在中國也會成為特權階層 或者是特殊人群的專屬權利呢? 又或者 必須政治覺悟考察過關 才能夠准學英文 無用置疑 中共確實有能力 令所有的教材具有中共特色 不過真是無法想像 在中共的高壓洗腦 和管控下 一個世界脫歐的中國 會變得更加富庶和繁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 感謝你的收看 祝你週末愉快 我們下星期見